Gary 叶俊曾推出全新 EP 沃逸 在 11 月 3 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Gary 这一天百无禁忌地穿上 黑白无常造型的服装登场 Gary 在现场演唱《别说爱我》后 自爆在今年谈过恋爱 不过遇人不输 恋爱四个月后才发现对方是人妻 吓得Gary 赶快与那女生撇清关系 那其实这个 这段感情有整四个月了 那我们其实相处得很好 只不过当我知道说 他已经有了自己的家庭 或是老公的孩子 那我觉得 比较不能接受 而且我也不希望介入别人的幸福 对不对 Gary再度澄清自己不是制造新闻 因为有媒体亲眼目睹他们谈恋爱 问到有没有被骗财 Gary只是表示很伤心 毕竟这个女生是自己很喜欢的亲人 其实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并没有谈论过这个话题 因为我完全不知道的 所以当我觉得有些问题的时候 我想分手的时候 又接到她的表姐的电话通知的时候 我才知道有这件事情发生了 那我不会要求她跟她的家人分开还是什么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 一定要对方自己处理好自己的家事 然后你才开始一段恋情 因为我不想成为人家的第三者 媒体继续追问 Gary才坦言他是在今年新年 在夜店认识对方 不过交往期间 完全没有察觉对方已经有了家事 目前还是空窗期的Gary表示 虽然会感到寂寞 不过暂时没有急着要找女朋友 他也透露 其实在夜店很容易交到异性朋友 所以以后会花点时间去夜店 Gary这头说不会不甘寂寞 利头又说要积极地去夜店 Gary啊Gary 你的这番话 会不会有点自相矛盾啊 不过话说回来 叶俊成全新DP 沃逸 收录的都是自己的词曲创作 有份来捧场的艺人好友 黎盛明大胆批评 叶俊成以前的唱功很烂 不过经过磨练后 Gary的唱功已经大有进步了 全新EP沃逸讲求环保概念 Gary说 专辑不用塑料盒子 也尽量少用纸张 希望歌迷可以看到 他对地球付出的爱心 其实这一次我用的 比如说专辑里面的纸张 都是比较少的 尽量不要用碎的东西 比如说那个专辑的cover 都没有碎的都是纸 那我希望大家会感受得到 我对这个环保的努力 跟那个行动所付出的心思 好 Gary这次以黑白无常的造型出击 他说 自己想做不一样的东西 跳出安全和传统法的框框 给自己更大的挑战 这次的造型再次被网友抨击 Gary说 谢谢网友在网上 很努力为他宣传 非常感激 Gary最后也说 自己是非常有RQ精神的 那这一次真的很开心 因为我自己的词曲创作 这三首歌 So Worried Walk 亦别说爱我 还有黑白无常 其实都获得电台的大力支持 播放率都很高 很欣慰的 因为自己创作了这么多年 终于被大家看到了 我自己的努力跟成就 那希望这歌曲在排行榜上 都会有很好的成绩 也希望大家会喜欢 支持这张专节 支持环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